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我叫白思瑞,我住在迈迷,我今年18岁了,我学习中文三年多了。 说起我的中国人,开始学习汉语并不是因为我多想了解中国, 而是因为所有的同学和朋友们都觉得汉语太难了,只有聪明的孩子才可以学会。 当我报名学习汉语的时候,他们都在嘲笑我,他们说这么难的语言,你永远都不会学习的,只有那些聪明决定的学生才可以学习中文,你又不是天赛。 那个时候,我就下定决心,你一定好好学习中文,我想证明我可以,我有这样的能力。 通过慢慢的,一点一点的学习,我开始喜欢上中文了。 我的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文化知识,还有很多做人的道理。 通过三年半的学习,我不但成功的学会了说韩语,我还积极参加各项学校组织的韩语活动。 现在我也是中国人主书部学生会的主席。 所有我的朋友都很惊认我的成长。 这几年的学习,我了解到了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。 我们常常在班级里学习很多关于中国的传统故事。 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节日,比如说春节,中秋节,端午节,等等。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。 我还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信念的书,这是我的书。 我学会了很多中国历史文化。 我很感恩我的老师教会了我那么多的中国文化。 我现在变得更加自信了。 每天我都会跟我的朋友们说学到的新识会。 我也要努力继续学习韩语。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去中国留学,去看看北京的长城, 上海的迪士尼,成都的大熊毛,西安的冰茫药,等等。 我感恩父母让我有机会学习韩语。 我想继续延续我的中国言。 现在每天,我看到新闻上哪些对中国负面的新闻报道。 我觉得非常的气愤。 因为中国的美和中国人民的善良是很多, 美国人并不了解的。 很多美国人对中国还停留在很刻板的影响, 还有很多种族启示。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中国, 发现中国文化的美。 现在美国很多的学生缺失了尊重家长。 尊敬老师和朋友。 很多学生生长在教肾馆养的环境。 总是以为美国是最棒的国家, 然后就不去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。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智慧的。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作为一名中美和平志愿者, 搭建起一个美好的中美友谊桥量。 我希望中国的学生和美国的学生能够互相学习不同的文化。 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未来的美好吧。 谢谢你们,再见! 我们下期再见! 我们下期再见! 感谢观看